真誠勁爆的頒獎典禮在昨天就原本結束 接下來就是商台、港台和TVB的樂壇頒獎典禮 不過估計機在之前就宣佈這段時間將會放假 所有的頒獎典禮都不會出席 英皇的高層當然希望他會出席 不過到最後都是勸服不了估計機 其實估計機今次決定不再參與所有的頒獎典禮 除了因為商台打壓他之外 原來他和新城的關係都是一般的 那為什麼呢? 一起娛樂,謝謝 其實估計機身為英皇的一哥 他們當然希望他會出席頒獎典禮 因為很多頒獎典禮 只要你不出席就不頒獎給你 所以對英皇來說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一姐容祖兒一定會獲很多獎 但是如果一哥估計機在賣來的話 就可以令到英皇拿獎的總數會多很多 所以幾位的高層其實極力地遊說古具機 希望他出席頒獎典禮 而且他身為英皇的一哥 所以其實英皇都用盡了所有的方法 幫他在電台那裡揮獎 但是大家都知道 雙台方面的高層金清清 跟Duncan實在關係太密切 因為是兩夫妻 所以每年雙台頒獎典禮 都是偏幫這個環球 所以英皇就算想做些甚麼 都綁不到古具機 雖然機仔今年在樂台的成績都不錯 他首歌《戀無可戀》更加播放率是非常之高的 但雙台方面為了可以幫陳奕迅 所以就要打壓古具機 令到機仔已經非常之不開心 而且他的好朋友陳志雲 其實是入了商台 以為可以有志雲幫忙 就可以幫到他獲得大獎 誰知原來志雲現在是不理頒獎典禮 只是理頒行政 而且金清清在二台方面地位超然 所以志雲都不能夠出聲幫到機仔 所以令到機仔都頗失望 即使一方面英皇都無能為力 不過其他台的傳媒 他們當然會非常之勒力幫古具機爭獎 至於新城方面 英皇已經一早跟他說了 希望古具機和陳奕迅兩個平起平坐 兩個都要拿四個獎項 不過新城方面都是BuyEason多些 為甚麼呢 因為Eason今年就算多忙都好 都抽了時間幫新城做了兩個音樂會 所以新城為了報答Eason 當然要頒多些獎給他 希望他成為這個大贏家 古具機知道連輸兩次 就比Eason自己都有點不開心 跟著就跟英皇說 他都是決定這段時間 不出席這個頒獎典禮 其實高層方面 當然很想他出席 不過但他身為一哥 其實他不去 沒有人可以逼到他 再加上古具機 已經秘密跟英皇續了約 所以就算他不出席頒獎典禮 英皇都不會說唱他的 不過其實吳宇和Manny 還沒放棄 雖然新城的頒獎典禮 以及戚冊的頒獎典禮 機制已經說不出席 不過他們很肯定 就是TVB頒獎典禮 機制一定可以獲得大獎 而且還可以獲得幾個大獎 除了順利成長成為 最受歡迎藍歌星三連八之外 他手戀無可戀 亦都非常之有機會 成為金曲金獎的得主 所以他們都極力遊說 古具機希望他會出席TVB頒獎典禮 雖然機制現在就說放假 但Manny繼續會落點嘴頭 希望在TVB頒獎典禮可以見到他 多久是時候八轉公談 今天八轉公談的題目 想問一下你 你覺得古具機應不應該參與 戚冊的頒獎典禮 我將你的意見 去到八轉娛樂的網站 Kickup討論區 將你的意見發表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